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而 论起高度和影响力 代汉者当图高比起另一句称伪 等级上还是差了一筹 五百年必有王者兴 其间必有名士者 这句称语出自战国时期的孟科 孟科是儒家大宗师 他的话比起其他出出不明的称伪 无疑有利的多 代汉者当图高固然重要 但也只是一个王朝的宿命 相较之下 五百年有王者兴是一条纵贯历史 绵延不绝的主线 按照孟科的观点 称伪中王者的传承 从尧顺而及商汤 从商汤而及文王 再从文王而及孔子 可是从孔子之后 谁才是接下来的王者 就含糊不清了 因为不够明确 格调又太高 也就很少有人冒天下之大不美 出来认这壶酒钱 然而 尽管这条预言级别如此之高 汉末三国时代 确实有个人被认为是这条预言中的王者 这个人就是寻育 寻育自文弱 出身东汉氏族颖川郡寻氏 颖川郡有四大氏族 分别寻 臣 忠 于 寻氏为第一 颖川寻氏 崛起于寻育的祖父 寻书这代 寻书和同为颖川名流的 臣氏老祖宗 陈时 忠氏老祖宗忠浩都稳居东汉名氏的第一体队 而且被称为神君 声望品德高到了令人惊骇的程度 当时天下的清流名氏均以李英杜密为尊 然而 李英对寻书之弟子里可见寻书名望之重 寻书共有八个儿子 每个都颇有名望 世人合称八龙 这八个儿子又分别与其他家族联姻 这也为颖川寻氏积淀下了足够深厚的家族底蕴 寻书是寻书赐子徐滚的儿子 继承了祖辈父辈的才华 自有宗慧 而且风姿齐表 仿佛神仙众人 大明氏何勇 见了年少的寻书 大为精益 认为寻书是王左之才 因此寻书的名气 很早就流传开来了 和大部分士族子弟类似 寻书最早被举为孝莲 获得了做官的资格 在京师任守公令 不过当年董卓乱政 他不愿再为董卓所用 便弃官回到家乡 关东联军讨伐董卓 天下风火狼烟 各路英豪纷纷登上历史舞台 寻书也不例外 良秦则墨而息 贤臣则主而是 他也需要寻找一位主公辅佐 一开始进入寻义视野的是袁绍 袁绍出身于东汉时期的 顶级家族汝南袁氏 向来有英雄之名 当董卓祸乱朝纲时 袁绍掷地有生的一句 天下见者启读董公 公然反对董卓 并掀起了日后轰轰烈烈 关东诸侯讨伐董卓的序幕 可以说曹操当时 无论家世人妄实力底蕴 都和袁绍有数量级的差距 而同为世家大族的卓越后辈 袁绍对寻义也有着天然的好感 不过事实确实 寻义短暂接触袁绍后 并果断弃制而去 转而投入了曹操的会下 寻义究竟为什么弃袁绍 而选择曹操 如今已不能知道 但这期间发生的两件大事 一是袁绍领导下 陶董卓联盟的分裂内讧 二是袁绍打算 另外拥立 幽州母刘鱼为帝 大概就在这两件事中 寻义对袁绍和曹操这两人的格局 做出了评估 袁绍确实有过高光时刻 他曾无限接近 终结乱世 兴富汉世的英雄 但随着他的实力 愈加强大 他也愈加蜕变成 以自身利益为主的人 而这种人 在这个时代已经太多了 相反 当时还保有 相当理想主义的曹操 在这两件事上 立场都很坚定 见解都很卓越 汉显帝出平二年 寻义29岁 寻义和曹操初次见面 这次会面 曹操极为兴奋 凯探寻义 就是他的张良张子芳 而对于年轻的寻义来说 在他的心里 应当也是波澜起伏 作为自带主角光环的男人 曹操在起步骑 身边就不缺壁住 像刘备早期 身边就有官张一样 夏侯敦 夏侯渊 曹仁 曹洪 这些金族弟兄 共同构成了曹操的 基础武将班底 即使日后 五子良将加入 宗市长兵 统辖外姓武将的制度 在曹操阵营 也一直沿用下去 直到曹方时期 曹爽和夏侯玄的班底 被司马懿洗清为之 但这个制度也有缺陷 一家一姓的人才数量有限 不可避免会出现断层 一旦出现断层 就会形成统治危机 即使在曹操起步骑 也是一样 朱夏侯曹兄弟一手耳豆武将 瘸着一条腿 所以就像刘备必须找到诸葛亮之后 才会一飞中天 曹操也必须有他自己的诸葛亮 这个人无疑就是寻玉 那么寻玉对曹操到底有多重要呢 寻玉选定了曹操作为自己的主公后 全力以赴 从此获福于共 尹川军的人才 诸如寻玉 郭家 中瑶 陈群 司马郎 戏智才 杜席 杜忌 心皮 赵衍 颜相 韦康等人 皆由寻玉推荐引荐 而加入曹操阵营 寻玉基本上等于帮曹操攒出了完备的文官班底 而经寻玉之手 加入的这些人 尽管禀赴才干各自不同 但有两点基本都靠得住 一是团结 二是忠诚 因此 寻玉在曹操阵营的分量比诸葛亮对于刘备还要重 他实际上是曹操的合伙人 他的背后站着一大批立场与诉求相近的士族人物 他本人则是这些士族利益的代表 这些人物的魁首 寻玉长期坚守在曹操的后方 极少亲临战场 这种坚守使得转战四方的曹操 没有了后顾之忧 兴平元年 曹操的父亲路过徐州时 被徐州刺史淘迁的部将张凯杀害 曹操痛心疾首 亲率军队讨伐徐州 前方战事尚未有结果 后方大本营衍州却爆发叛乱 他最新来的老朋友张苗 以及心腹谋士陈公 居然联合军阀吕布 兴兵作乱 曹操主力大军再败 留守衍州的兵少 一时间 衍州诸城大多闻风投降 眼看曹操便要落入进退不得 无家可归的境地 寻遇挺身而出 挽狂澜于祭岛 与大将夏侯敦合力 连夜诸杀想要响应叛乱的 取守数十人 即将难以控制的形势 由此稍稍安定下来 然而过不多久 豫州四时 郭贡便带着军队来见巡狱 当时疯传 郭贡暗通吕布 有不轨之心 众人都惊恐万分 唯有巡狱镇定自若 郭贡请巡狱相见 巡狱想要只身附会 夏侯敦很担心 劝他不要轻动 但巡狱凛然无惧 见到郭贡后 更是谈笑自若 郭贡见巡狱 一副成竹在胸的模样 不敢轻举妄动 随即退兵 巡狱以他的沉着镇定 帮助曹操的大美营 始终没有完全沦陷 为后来曹操领兵回援 驱逐吕布 镇压叛乱 提供了有力支持 虽然巡狱比曹操小七岁 但曹操却将他视为师长 敬重有加 曹操麾下谋士如雨 即便无方者不乏其人 曹操与他们君臣相处的也非常融洽 但其他谋士再如何制计百出 也只是寿命而行 出谋划策 唯有巡狱不同 在巡狱面前 曹操恭谨谦卑的 向个向老师求救的弟子 虽然长年征战在外 但无论军国大事 必然会向巡狱请教 建安元年 汉显帝留邪从长安返回洛阳 在要不要奉迎天子的问题上 曹操军内部发生了争执 多数人不同意迎接皇帝 理由是徐州还没有平定 而且皇帝处在韩仙 杨凤 张阳等许多军阀之中 一旦将手伸向皇帝 会节外生枝 巡狱则力排众议 以大义大德的角度 劝说曹操迎接皇帝 曹操最终接受了巡狱的建议 将皇帝控制在了自己手里 由此取得了奉天子 以令诸侯的战略优势 并为此后 一系列战争的顺利实施 奠定了基础 关渡之战时 曹操与强大的对手袁绍对抗 几次都差点坚持不下去 写信给巡狱诉苦 巡狱则以秦末楚汉战争的例子 分析双方战略态势 认为袁绍必将败亡 力劝曹操挺住 并为曹操固守后方 提供了极大的后勤支援 最终曹操果然击败袁绍 在统一北方的道路上 迈出了最坚实的一步 可是 这样军名尘贤 君臣相继的情况 后来却发生了重大转变 其中又发生了怎样的变故 以巡狱为首的士族 所忠诚的 与其说具体的汉士 不如说抽象的汉士 换句话说 他们忠诚的是大汉王朝 延续四百来年的秩序和和平 秩序被破坏可以修补 和平被打破可以重建 每一个长久王朝的灭亡 都意味着一些相应规则的崩坏 而在已有规则上 重建新的稳定规则 比重建新的王朝还要难 有些人想要走捷径重建王朝 有些人则选择 坚守救王朝建立新秩序 巡狱属于后者 曹操也属于后者 所以 袁绍想拥立新皇帝 他便会义无反顾地离开 而反对袁绍 壮志凌云匡扶汉士的曹操 在他的眼中自然最为合拍 但后来两人理念出现了分歧 曹操的特点是英明果断 极具执行力 非常实用主义 勇于破坏规则 这是世家大祖子弟 往往很难做到的 所以 巡狱等人愿意竭力辅佐曹操成为英雄 平定乱世 但随着曹操势力的一点点壮大 群敌纷纷消灭 作为吉祥物的汉士 与曹操一方的实力对比突破欲值 而曹操身上的理想主义也逐渐凋零 英雄终于成为恶龙 曹操曾说 假如这天下没有我 不知几人称孤 几人称王 这确实是真的 但与此同时 曹操却慢慢背离了出心 以至于 后来丝毫没想着帮助汉士 再把威望和秩序重建起来 事实上 这是任何功高震主的大臣 都会面对的问题 以仁臣建不是之功 威家海内 而退归臣位 仅斥自首 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几千年来 也只有传说中的 伊尹 周公 孤子怡 曾国藩等 寥寥数人 连霍光都未免拮据遗憾 曹操有这个机会 然而他最终并没有这样选择 虽然曹操也有所顾忌 所谓苟天命在孤 孤为周文王义 但他的态度仍是明显向着建立新王朝的方向 这令寻遇感到非常失望 曹操的基业是寻遇帮忙打下来的 他比谁都更清楚 曹操的成功态办 取决于个人才能 而不是曹操真有什么比诸汉士更加先进的制度 曹操还活着 没问题 死后呢 下一代还能继续像曹操一样杰出吗 一旦失控了怎么办 寻遇兢兢业业辛苦半生 期待的可不只是给王朝续上那么一二十年命 然后继续天下大乱 寻遇想要的还是长久治安 而这势必会损害到另一方 包括曹操本人的切身利益 双方的冲突已无法避免 结果而可想而知 建安十七年 寻遇世事 史书记载 以忧轰 这通常是因君臣不和而死的委婉说法 寻遇死后第二年 曹操成为卫公 建安二十一年 曹操进卫卫王 建安二十五年 曹操世事 曹批代汉 大汉王朝就此结束 大魏的时代开始了 曹操一生中 几乎所有重要的决策 都有着寻遇的身影 曹操曾说 天下之定 御之功也 而从无野战之功的寻遇 也确实担得起这样的赞誉 曹操多次向皇上上表 为寻遇情赏 寻遇故此 他便一封一封地写信屈劝 甚至预表寻遇为三公 寻遇前后时让 曹操才不得了 不再勉强 最难能可贵的是 寻遇不仅谋略爵士 功高无仇 品行更是洁白清浩 如梅上初选 当心腹汉士 变成不怀好意的口号 当仁义道德 成为华而不实的摆设 当人们的信仰 只剩下力量与权谋 寻遇却行走在 鲜血与白骨之上 周旋于继谋与杀伐之间 以继世米乱 匡扶汉士为己任 他的每一记每一色 从不以毁灭什么为目的 而是站在汉士和黎明的立场上 以仁义为先 将混乱的局势 理得清清楚楚 宛如深沉黑暗中的一盏明灯 始终指引着正义和光明的位置 东晋名士袁洪 曾在三国名臣赞序概括 闻若槐独剑之名 而有救世之心 论时则民方图探 技能则莫出卫武 故伪面霸巢 欲谋逝制 举才不以标见 故人亡而后见 筹划不以邀功 故事治而后定 虽王身名顺 十亿高矣 当是对寻遇这一生 最好的写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